这是我在美国西雅图的一个商店里看到的 叫Mexican Jumping Beans 墨西哥跳豆 买来当宠物的 越热跳得越昏 这豆为什么会跳呢 你看它里边写了 因为豆里边有一只鹅子的幼虫在跳 而且它30到60天之后会变成鹅子 里边的幼虫长这样 还怕它可以挡上屏幕啊 开始了 看就长这样 这叫跳豆鹅 它把一种大几颗植物的种子吃空之后 幼虫就在里边蹦 让种子脱落下来掉到地上 然后再继续蹦 这种子就一点点的就会蹦到枯枝落叶之类的缝隙里边 它就可以在里边安心的画涌 最后钻出这样的额子 行了少拿开吧 美国有小孩就会买这么一盒随身带着当宠物 反正也不用喂它 但是中国没有 因为怕这个东西外来入侵 所以咱们不让进口 有人说了 那不让进口 我怎么在我们家杨树底下 见过类似的东西呢 也是一个一个的小圆片 跟那蹦来蹦去的 你看就是这个玩意儿 这个是我朋友大头蛇拍的 就在北京 其实这个东西是另一种昆虫 叫羊潜叶跳象 它的幼虫敷出来之后 就钻到羊树叶的上下两层皮中间 吃出一个隧道来 然后吃着吃着 最后呢 在羊树叶子里边 做这么一个圆圆的小圆片 自己藏在里边 身体在一收缩 一弹 这个圆片就从叶子上蹦下来 然后跳跳跳 跳到这个缝隙里边 安全的画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